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 除了与自己的父母身上学习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老师了 老师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行业 他们必须要喜欢小孩 并且有一定的学历 将自己的知识传达给下一代 欢迎来到脑部机 今天我们要来看五个 每个学生都想拥有的神等级老师 第五 不一样的老师心灵 大家都一定非常熟悉 每次老师进教室 班长都会喊起立 敬礼和桌下的口号 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许久 不仅让学生感到非常乏味 也让学生无法提起精神上课 但是美国纽约就一个老师 他的进场方式 跟其他老师完全不一样 他将他对摔角的热爱与教学融合 以John Cena的方式隆重的走进教室 不但引人学生到教室上课的热情 也将禁止暴力的讯息传达给学生 甚至让这些小成年人有一个好的榜样 我想如果你的老师是这样 你一定每天都想去上课吧 我会想去上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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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以前每天早晨必跳的健康操 健康操的動作和音樂不但非常無聊 認真跳的學生有幾個呢? 不過在中國一間小學的校長 他認為學生不應該只是沉迷在3C產品上 或是隨便應付必跳的健康操 於是他將樓心舞步融入了小朋友的健康操裡 不僅能夠達到有氧效果 又能夠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經過三個月的練習 校長和學生們的動作 整齊又華麗的一起跳這個類似熱舞的健康操 影片在網路上上傳後 端端幾天就大爆紅 第三有趣數學 數學的確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目 所以課堂上公式教學都必須非常嚴肅 但是國外有一名教授 在愚人節的那天 在數學課題上開了數學一點小玩笑 他通常喜歡互動式的教學 但是愚人節那天 他將互動又提升了一等級 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的天啊 第二 從經驗中學習 自己親手作筆 做著聽上課還能夠學得更快 也許老師跟學生使用木板 針頭和斧頭來當道具 能夠讓學生更印象深刻 影片中老師讓學生躺在 裝滿出針的木板之間 上面放了石磚 但是不要擔心 物理定義和重量 是不會讓學生感到疼痛的 什麼? 什麼?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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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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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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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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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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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5 6 6